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你认识谁比你是谁更加重要 因为在职场中 你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 但是你认识的那个人 他或许是 他可以帮助你搭建好的人脉圈 成为你成功的要素 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就会觉得 难道要我们攀拳富贵抱大腿才可以成功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客观来说 我们是非常难跨越很多个阶层 去接触到精致他头部的那些人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顶层的头部人才 我们的认知水平和价值 跟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城市上 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认识哪个大人物 哪个大老板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 如果自己没有一点实力 认识谁真的没有什么用 我不是说人脉不重要 人脉很重要 在我自己创业的路上 很多重要的节点 都是人脉给了我一定的帮助的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抱大腿去结交高端的人脉 在我们没有真实的实力前 与其花大部分的时间在结交朋友 倒不如花时间在建设自己身上 再慢慢布局自己的人脉网 今天 实力之父就要和大家来谈谈 我们还没有实力之前 可以怎么样去布局自己的人脉网 而不是毫无目的地认识更多的人 结交更多的无用社交 还是提醒一下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视频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 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节目的开始 先给大家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我在刚步入职场时候 当时在一家财经杂志上班 因为职业关系经常会接触到很多大人物 一些银行的CEO 上市公司的老板 部长等等 有一次在一个商业活动 偶然认识了一位大人物 交谈的还不错 我们就互相交换了名片和电话号码 原本以为这是很重要的人脉资源 不久刚好遇到一些事业上的困难 想到了这位大人物 于是呢就长长的发了一条信息 却发现他一度不回 又打了一个电话去 结果对方也是敷衍几句了事 说实话当时还真有点挫败感 我相信身边的很多人 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拒绝 以为和对方留了名片 转了电话 彼此应该能够帮助 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只有资源平等才能够互相帮助 很多社交并没有什么用 看似留了别人的电话 却在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也帮不上大忙 因为我们自己不够优秀 虽然这很残酷 但在职场里 生意里 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亲戚 家人 好兄弟 谁愿意帮助一个不优秀的人呢 如果我们不够优秀 忍耐是不值钱的 他不是追求来的 而是吸引来的 只有等价的交换 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帮助 虽然这听起来很残酷 但却是事实 我在工作时期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大我几岁的朋友 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和朋友在一起 说得好听一点 就是要认识多一点朋友 建立人脉 为了和朋友的饭局 纠居经常忽略家人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非常少 刚开始 身边的确有一群朋友围着跟着 在他的心里 有朋友就是有一些的感觉 后来一些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的朋友 开始逐渐离去 为什么呢 或许是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好 除了没有时间 也可能觉得没有一个必要了 因为当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混朋友的关系上时 自己没有了其他过硬的本事 也会导致没有办法打好事业的根基 天有不测的风云 后来他得了重病 医生说着跟他平时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经常喝酒应酬 生活没有规律 最后生意也出现了问题 当他以为这时候朋友会帮他一把时 身边的朋友知道他得了病 生意还清了盘 一个一个离他而去 最后陪在他身边的只有家人 话说这种情况何止他一人呢 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 足够优秀时 先不要花太多宝贵的时间去建立社交 多花点时间建立事业的基础 提高专业的技能 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来提升自己 世界才会更大 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 就是你落难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兄弟 你富有的时候 他依然说我们是兄弟 这种不离不弃的人才成为真正的朋友 但是他不适用于以上的规则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职场上的社交关系 最本质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提高 可以被别人利用的价值 如果我们的价值不高 即便认识了高价值的人 人家也不会在乎 所有的人脉基础 都是我能够被利用的价值 你的利用价值越大 别人就越愿意帮助你 与其把时间花在多认识人上面 不如多花时间提高自己的个人价值 人脉的核心就是资源互换 换句话说 他们帮助你 也是想在你身上得到好处 我举一个例子 李嘉诚 李嘉诚是我商界的偶像 即使我今天想尽了一切办法 和李嘉诚交换了联系方式 我也只不过是李嘉诚通讯录里面 一个永远被忽略的人 因为我没有他需要的资源 成人世界 理以为先 职场是很难讲人情的 只要你有足够可以被人利用的价值 或者你可以解决问题 切中他人的核心需求 那么你自然就可以结交高端的忍耐 一个人的可交换价值越大 社交半径就越大 能够吸引的人就越多 愿意主动跟你打交道的人就越多 被利用的价值 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太过现实 但是互利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需要我们的社会 提倡奉献和利他精神 但是这种最高层次的人际交往境界 很难要求所有人都做到这一点 人之所以需要和人交往 多半时间都是希望从对方身上 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 这种需求既有精神上的 也有物质上的 所以按照人际交往的互利原则 人们实际上采决策略是 只要讲感情也要有功力 那在我们还没有很厉害之前 可以怎么样布局自己的关系网呢 我给大家两个建议 第一 寻找一位职场导师 导师的职场经验丰富 能够提供中立的观点和第三方视角 他们所带来的新见解 智慧和经验 将会让我们破亿匪浅 尤其是在职业发展初期 我们很难弄清楚哪个方向 可以进步的更快 而导师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 做出更周全的决定 正式的导师关系固然重要 但非正式的导师也同样有帮助 我们的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 都可以成为非正式导师 他们可以为我们带来外部的视角 以及自己的成熟经验和教训 更直白一点的说 就是建立自己的智囊团 你有认识的律师 有认识的财务 有医生 这样你发生任何问题 都可以有人咨询帮忙解决 第二 培养同事之间的关系 愿不要低估 培养同事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无论对方是否和你的业务相关 是你的上司还是下属 而且 那些你觉得差劲的老板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经验 虽然这些经验 往往至反面教材 他会警示你哪些管理方式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培养这些关系呢 答案很简单 是要透过面对面的接触的 社交网络不会帮助我们培养深度的人际关系 我们必须走出去和人面对面的交流 你会从人们的交流里 以及对方非口头的暗示中获得有价值的见解 在职场生涯中 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工作中暗于现状 导致成长和发展线路停滞 如果我们愿意走出舒适区接受新的挑战 你就会发现很多令自己兴奋的事物 也可以在行动和团队运作中把这些人脉建立起来 关键在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行动起来 最后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我们在职场路上需要花最多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真本事 再慢慢布局自己的人脉网 因为人脉不在别人身上 而是藏在自己的身上 唯有自己开始有足够利用的价值 才能够得到真正有用的人脉 你自己的城市决定了你所处的社交圈的城市 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应该做的事情上 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 自然就会把别人醒过来实现自己的社交价值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等到春暖花开时候 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 不要刻意去结巴一个人 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等到时机成熟时候 就会有一大批的朋友与你同行 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 这是短暂的 用人格魅力来吸引的朋友才是长久的 你落盛开 蝴蝶自来 以上就是思维致富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想要我们讨论的内容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则留言都有用心在看 希望你在迈向更好人生的路上 有我们一路相伴 可以把今天的节目 转发给身边最好的三个伙伴 一起成长进步 如果你想在下一次还可以看到类似的支持性节目 可以订阅思维致富的频道和按小铃铛 也可以follow我们心态的IG thinkrich.ig 你的按赞和订阅是让我们继续说下去 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